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好好看 Europe观众期 我呢 也是难得在台上有机会说话 我就利用这难得的机会给大家讲一讲 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 大家也知道啊 作为学音乐的 包括我还没有考大学的 时不长的得出去比比赛 就好像在大家的简历里头 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一样 给自己添加自己的阅历 比赛 得了奖 就能在自己的简历上 添上光彩的一笔 如果没有得奖呢 也就当休假出去玩一趟 这次 也就是去年夏天 19年的时候 我14岁 我的老师 带着我 我的师哥 师姐和师妹 去保加利亚的 一个小村子里头 叫Cristendale 去参加一个钢琴比赛 在过去 比赛是非常 非常稀有的机会 我一年 可能也出去不了一次 每天 在琴房里长时间的练习 可能就会在台上 这短短的20 30分钟 被抵消 所以大家也能想象到 表演 是多么的重要 然而在现在的社会上 我们的成绩 我们公众的认可 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 在台上的这二三十分钟 或者在台上的一个小时 是对我来说 天大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那一页是空的 我这次演讲的标题 也是空的 因为我希望大家听了我讲这件事之后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件事应该叫什么呢 这件事在大家自己的心里头 应该叫什么呢 好 我刚刚说了我们去了这个Kristendale这个小村里头 那我们每次出发前 老师都会跟我们说 这都是经验 老师还经常会说三个字 旅游 算 我是北京人 这不是北京话 我相信 这也不是普通话 这三个字 是旅游 刷 那去比赛之前说这三个字不是晦气吗 不就是让我们第一轮都淘汰吗 我当时一点都不理解 老师为什么一直要说这个 家长也一直跟我说 这都是经验 这没有关系 我实在是不理解 所以每次他刚刚跟我们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的压力反而被增 我反而想去证明自己 我反而想不被刷 这是我在台上 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我在台上 穿得还不如我今天演讲的时候正式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次比赛是一个离奇的经历 从在飞机场开始 一切神识鬼差的都对着我干 我们要到保加利亚 索菲亚首都 我们需要在莫斯科做一个转机 然而谁知道 这莫斯科机场一混乱 我们也不懂俄文 这转机的飞机就给误了 第二班飞机还得等24小时 我们就在莫斯科机场耽误了一天 而这一天耽误的 可真是时候 等我们到了索菲亚之后 第一件事 去行李 行李也丢了 后来我们才发现 我们的行李被运到意大利去了 行李丢了是什么意思呀 演出服没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穿着短袖衬衫就上台了 对于当时14岁的我 上台机会这么少 穿着一身让自己非常不舒服的衣服上台 心理打击是非常大的 于是上台前 我又听到了我的家长跟我说 都是经验 这没有关系 可当时我想的是什么 我终于又到了国外 我一定要做这样 如果我没有特别好看的演出服 我一定要弹得更好 来弥补 这次我出行的不便 谁知就是这种心态 它害人 我演出的时候 体会了真的什么叫焦虑 什么叫紧张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 我手在抖 我脚在抖 这都不是变成开玩笑的了 我手是真的在抖 作为一个弹钢琴的人 手抖是致命的 尤其在比赛当中 我们有很多高难度的曲目 要求你的手 去做非常快的速度 你手一抖 所有的效果就都没了 而那次 我上台 踏板没有好好踩 手也没有好好弹 但那一次演出 让我非常非常地失望 就在这么一个小的场子里 我完成了这次非常狼狈的演出 演出的期间 我脑子里 听见的观众的声音 评委的笔声 比我弹的音乐声音还大 而这对我来说 是非常非常可悲的 我忘了 我为什么 来这里弹琴 下台之后 仍然是目光躲着大家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谈好 一轮 半个小时 我们下台的后台 要经过评委席 我走向评委席 用侧眼看着 我老师的面容 他面无表情 下了台之后 我就开始问各种人 我说我刚才谈得怎么样 我明知道我自己谈得非常的差 我真的非常不满意我自己谈的 但是我还要去问 我就是想 在别人的嘴里 得到一点点安慰 当然 没有人理我 因为大家也听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的水平就是这个样子 我也没有必要 来去安慰他 有一些比较好的人 可能告诉我这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当时 是真的 真的 体会到了 什么是失落 我为了这个比赛也准备了 虽然说 可能不是我准备的最充分的意思 但是我也是尽力的 家长和老师 对我 也是同样的失望 所有的评委 对我一样的失望 而这个时候 所有别人的失望 都变成了我自己的失望 我这时候感到很孤独 身边的很多人 因为我这次的失利 而不再与我做交谈 包括我的师姐师妹 和我的师哥 我的师哥后来帮助了我很大 我很感谢他 这就是我们比赛前的一个琴房 我们有时候会在这种破琴房里头练练琴 我上台前在这里 我下了台之后 又回到了这里 我穿着差不多的衣服 我坐在这 我又认认真真的 把我比赛的曲目又弹了一点 弹完了之后 我感觉 我又回来了 这是为什么 紧张的时候 我会对我自己的表演如此不满意 然而我自己 没有把我自己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大家 而这个时候 我又失去了我自己对自己的信任 当时是我 我是14岁 我觉得我是全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然而 就是在这种自己的时间 我有时间去想一想 我有时间 去理性地对待 我所有会发生的事情 我肯定没有得奖 这是必然的 但是 我为什么 会感到那么的焦虑 我为什么会这么注重别人对我的评价 而且我为什么 在台上没有办法 认认真真弹自己的曲子 而是想着台下的人 是怎么看的 我为什么这么注意这个奖 我明知道我有还有机会 这个时候 我坐在这 我感觉 我想明白了一点事 也是我今天想给大家 说了事 确实 我经历很少 我只活了十几年 我可能出去比赛的机会 也很少 我接下来的机会也很多 但是 每一次比赛让我失落 每一次演出让我失落 这些痛苦是真的 这些是让我真正能感受到的 而怎么样 能在台上 不再紧张 怎么样能不再 关注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是不要去忘记自己 为什么要开始去做这件事情 我站在这里 我看着我这里 坐在这里 我又把我的比赛曲目谈了一遍 这一次 我把我练的东西 我把我喜欢听的东西 我所有的都呈现了出来 这时候我才明白 我老实说的话 为什么他要我旅游刷 为什么他们要鼓励我 说这都是经验 不是说他们在给我添加压力 不是说他们为了 让我有更好的心态 而表现得更好 而且这真的都是经验 而且我们有义务 去把每一次到手的机会去利用 而不是利用每一次机会 去得到利益 自己的成长 还有自己练习的付出 不一定能永远得到回报 但是每一次失败 都是另一次学习的机会 我希望对自己真诚一点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忠告 我准备成什么样 我演出最后是什么样的 我没有必要去相信 任何虚假的评价 还有安抚的话 只有我真正能接受自己的时候 我才不会再紧张 我才不会再去感到孤独 那我现在给大家谈一下 我这之后新学的一个曲子 它是肖邦的晚期夜曲 它是让我得到反思机会的 一个很重要的作品 也是我比赛当中 十分想弹的作品 时间有限 我只能弹这个曲子的最后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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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结果 起码我希望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